今天我要带大家看一个熟悉的陌生人 因为他把他们的家族是牵连 整容整的 他妈妈都不认识了 如果我挡住车标 你还认得出他是别克吗 看来别克是对自己的长相看腻了 G28世纪改的也是Alpha化了 那么这个全新昂阳GS 如果挡住前面的话 看起来有没有有点像明觉木兰 开玩笑的 他们官方把这个前脸叫做Shacknose鲨鱼比 我觉得还挺像的 总之现在好像都挺流行这种 类似于X8的设计的 那么昂阳GS就是别克全新推出的一款 紧凑级SUV 我们看到它这个亮黑色的大嘴 这里有个GS的标甩 就说明它是一个高配版的车型 来到车身侧面 我觉得它看起来有那么一点点 凡尔赛的感觉 你看它的离地间隙非常高 但是轮眉和侧群都做了黑化的处理 所以让它的视觉重心看上去扁扁的高高的 那C柱这里有一个水波纹的小设计 一直往后拉到了车尾 有点像女孩子的眼线往后拉了一条 可能是轮眉加粗的关系 它整个四个大脚看起来还是非常壮硕的 那么这个配置它用到的是18寸的马牌UC6的轮胎 这个配置还是可以的 那么在C柱后面快速下坠 它的尾箱是一个非常短小的造型 那你看我是说这个尾箱比较短小吧 果然它打开来就是这样的状态 我的身高是1米6 现在我头上还有一拳多的距离 那如果你是1米8的男孩子可能会有点顶头 不过我觉得它的腿部空间还是比较抗胆的 这个车的轴距是2700毫米 所以说它整个相当于是一个中型SUV的腿部空间了 别克的设计还是比较保守稳重的 首先上车你会发现 它该有的配置给的还是比较到位的 比如说流媒体后视镜还有无线充电还有carplay这些功能都是有的 然后这个带有GS刺绣的运动座椅 它也是皮质加阿肯塔拉相结合 以及红色的红线搭配的 做工还可以 那我觉得比较有特色的设计重点的 就是他们换了一套叫做Pure Design的设计 扁平化的UI设计 那你可以看到它双10.25英寸的这个双连屏 首先就是它的边框是蛮粗的 然后它做了一个倒梯形的设计 然后竖在这里 就整个中控台不只说是垂直 而是有一点点像驾驶员侧这种倾斜的感觉了 那我觉得这样的设计可能开车的时候会更加有利于操作 而且可以有效的避免反光 所以坐在副驾的人就会感觉它腿部的空间会更加充裕一点 那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全新设计的 金蓝配色的UI界面还是挺典雅大气的 而且它也是支持三指飞屏把导航飞到仪表上面 你别看这个车设计的稳重 它的鸡大腿的挡霸下面居然有一个赛道旗的小按键 那么它搭载的是什么样的心脏呢 其实它搭载的呢就是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1.5T的小排量涡轮增压发动机 最大功率是132千瓦 在别克其他的车型上也已经出现了很久了 那么它的发动机照上面也是换上了全新的这个银标logo 三个银色的子弹头 我们都知道别克的祖传优势就是它的静谧性嘛 所以我们在这个基盖上面也看到了这样的隔音棉 所以说它未来的静谧性表现如何 还是要等以后试驾来看一看 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款别克全新昂扬GS的基本信息 那么它未来的竞品呢将会是日系车XRV或者是丰田VSA这样的车型 别看它长得这么凶悍 但其实它是一个非常踏踏实实的固价的紧凑SUV 那么这样的全新设计你们打几分呢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